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的特展 10號首次在東京台灣文化中心舉行 特別邀請了兩位台灣鐵路便當職人登台 來分享多年的製作經驗跟文化故事 透過台灣原汁原味的排骨便當 分享台灣鐵道文化的發展歷程 豆干鹹菜這些都是日本沒有的食材 兩位台鐵便當職人林玉霞和黃明珠 特地從台灣帶回特色食材 一大早就開始準備近百個台鐵排骨便當 掛保證絕對是原汁原味 要讓參與的民眾在色香味的感官體驗中 分享他們多年的製作經驗和背後的文化故事 鐵路便當走向國際 這是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的第一次海外展覽 這次預展是由文化中心和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 聯手策劃10號在東京台灣文化中心舉行 同時也是為明年二月的台灣鐵道展暖身 而台日都有獨特的鐵路便當文化 這次預展希望藉由便當讓民眾搭乘火車 更增添移動時的味覺記憶 展示台灣人對鐵道的深厚情感 一窺台灣鐵道文化的發展歷程 記者宣盛方東京報導